大家好,我是某区赛阳兵 说到轮胎品牌 不少人脑内第一个浮现的画面 就是米其林宝宝 那白白胖胖的身躯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造型是从何而来的呢? 而卖轮胎的米其林 跟平贱美食的米其林指南 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就让镇长来为大家一一解惑吧 Michelin米其林公司 于1889年由法国米其林宝宝 不是不是 是米其林兄弟 安德烈及爱德华成立 而大家最熟悉的吉祥物 本名必比丹的米其林宝宝 灵感来自于堆成像人形的轮胎 一开始并非现今的可爱模样 先不论他叼着烟斗 光是那惊悚的长相 就算没被和解 也不知道吓死多少人 经历百年来 无数次的调整 成为现今大家所熟悉的可爱造型 米其林公司在大多数人 仍以马车自行车 作为交通工具人年代 便着手研发可拆卸的充气式轮胎 不仅乘坐舒适度大增 更有效降低轮胎的滚动噪音 因此大受好评 此时米其林兄弟 嗅到了汽车市场的庞大商机 毅然决然将家当都投入 汽车轮胎的研发 法郎战士还非常的任性 陆续参加许多赛车活动 随着成绩渐入加进 米其林汽车胎的市场 也日益壮大 在世界各地都看得见它的足迹 除了轮胎之外 鞋子所用的胶底等橡胶制品 也囊括在米其林的产品线中 看完以上的背景介绍 你是否还抱有一点疑惑 米其林公司怎么看 都是做轮胎跟橡胶制品啊 跟美食评件到底是怎么扯上关系的 原因在于 赶翘的米其林 为了增加轮胎的销量 发行了米其林指南 以推广汽车旅行 内容包含旅行地图 加油站 旅馆 维修场等资讯 并加入三个新等的美食评件系统 三星代表 非凡的美食值得专程造访 二星是 出色的烹饪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而一星则是 优质的烹调 值得驻足一试 另外 为了保持评件的公正性 米其林指南的评分 都是秘密进行 不事前告知 不递名片 也因此相当具有权威性 而现今的米其林指南 除了高级餐厅的推荐之外 更包含平价美食的 必比登美食推荐 针对一千元以下 就能点三样菜以上的平价餐厅 有时甚至有路边摊入围呢 在品牌推广初期 便持续参与赛车活动的米其林 在机车赛事领域也颇有耕耘 于2016年时 米其林更是成为 MotoGP指定轮胎供应商 足以证明 无论是抓地性 耐摩号等各项综合能力 即使在最极端的使用环境下 米其林轮胎也具有 不容质疑的实战力 而更重要的是 在GP赛场上 所累积的技术资本 之后都有很大的机会 下放至市售轮胎 让米其林倾向的产品 也随着赛事的投入 不断有非要性的成长 介绍完品牌故事 接着也要说说 米其林最受到车油拥带的 主力胎款 分别是哪些产品 先等等 在那之前 来认识一下 米其林目前主打的几项技术 首先是2CT加配方 相较于传统的单一胶质 米其林在轮胎中央 与两侧使用不同胶料 可同时提升中央耐摩度 以及两侧抓地力 在胎间下 隐藏的硬质配方 更能加强轮胎刚性 让你初弯开油好安心 接着是XST细沟槽技术 为了加强雨天的排水性能 XST借由细沟槽与除水小井 将胎面上的水分占纯吸附再排出 并在沟槽边缘上做了倒角的设计 改进横向胎纹的排水性 以及ACT加复合胎底技术 利用不同角度与层数的编织层 创造两种不同刚性 可兼顾柔软与稳定 有了基本的认识后 让战长来介绍一下 米其林目前主打的几款轮胎吧 首先是尬掐专用的POWER系列 从最HARD CODE的光头胎 到主打公路性能 偶尔也能跑跑赛道日的POWER 5 米其林都有做 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赛道 偶尔又想骑车去巷口买早餐 也可以选择POWER CUP 2 跟POWER CUP EVO 几乎可以说是加勒胎纹的POWER STICK 2 身为公路合法的纯种赛车胎 无疑是性能迷的最佳选择 如果你的志向不在赛道 比较常在市区穿梭 你可以考虑号称雨天神胎的CITY GRIP 2 超强的破水性 特殊的胎纹结构 随着倾角变大 轮胎与地面接触的面积 也随着增大 加上细钩纹设计 以及低工作温度 让它在气候多余的台湾无往不利 而骑乘跑旅大型速克达车款的车主 ROFI肯定是陪你长途巡航的好伙伴 定位在休旅胎 着重舒适性与耐磨 另外拍水性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即使是较重的休旅车款 雨天骑乘时也不用担心煞车煞不住 常说隔行如隔山 但米其林可以说是彻底打破这样的传统 身为轮胎制造界的龙头之一 产品囊括性能胎与通勤结能胎 却又在美食评线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说是权威也不为货 资金不然重要 但态度可是用钱也买不到 讲究的精神 也让战长的新R6 在第一次下赛道测试 也将装Power Cup 2表示尊敬 喜欢我的影片 请大家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同时欢迎大家追踪战长的IG 里面有战长每天的动态 想要知道最新的二轮四轮情炮 请每天锁定我们的频道 每日更新哟 我是猛戏赛兵 我们下回见